而今天的重要话题来看看有关疫苗 AZ疫苗传出来说会酿成血栓 到底要不要施打是否在台湾也陷入两难呢 欧盟其实施打AZ疫苗 现在已经有造成不少人血栓了 而欧洲国家十个国家部分是停用 而泰国的总理说他不会打疫苗 那么这些消息有没有影响到台湾的施打计划 来看看陈时中部长怎么说 他说在台湾可以继续打 他可以带头来打疫苗 那目前呢在送来台湾的AZ疫苗 正在进行一个检验封肩的程序 七项检验里面六项是合格的 最后只剩下无菌试验 这个是还没有通过 不过预估很快17号就可以完成了 下一周会这个首波施打 首波施打的对象以医护 还有运动选手为主 而目前台湾的准备情况如何 赶快来看看最新的发展